第一步要先插入什么 插入一个板面 那这个板面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一个DIV 跟 上一次做的一样 所以你特别要注意就是说 你在做Netbar之前 一定要先插入一个DIV 把它包在里面 然后呢做设定的话呢 也是针对这个DIV去做设定 就是把这个DIV 变成一个Netbar 他才可以把它包起来 如果你没有把它包起来的话 他可能会乱跑 也许会做出来 但是效果就不是我们要的结果了 第一步请各位把页首 页尾两个字删掉 然后呢再加上一个插入一个DIV OK然后按确定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他这边会出现新增什么什么什么 在这里对不对 请各位把上面的这个 或者是说将来你可以什么 重做一次 把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这个这个方法 但是特别是等下把这个List view 把它拿掉 因为多的我们不是要List view 那把上面的部分把它 复制一下 然后呢在 刚刚插入DIV的这几个字上面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 OK 贴上去之后的话呢 第一步请各位 把 刚刚的这个List view 一定要务必要把它 清掉 不然等一下会做出来怪怪的 他会有Netbar 又有List view 两个冲突的效果 OK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只是 要把上面的项目符号加连接 拿下来啦 不然的话 你要重做的话 很麻烦 直接怎么样 上面复制下来 把Data load去掉 Enter一下 他Data load部分就没有List view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基本上现在应该是一个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过 这边自动就加上那半应该是我刚刚已经有加的 这个地方理论上应该是没有 没有那个 怎样把这个 悬 那特别注意就说 我刚刚有加了 这个应该是这一行 这个要把它Delete掉 Data load 这个Data load 这个先把它删掉一下 好 OK 本来应该是没有 做出来应该是像这样 来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项目符号的效果 类似像这样 底下 他是一个 项目符号的效果 那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改成 我们要的一个效果 特别注意 就是说呢 第一个 请各位务必要选取 选取的范围特别注意 你如果先把这个范围选取来 然后看一下 就是说呢 这个范围选取之后的话 他一定会是一个 怎么样呢 这边有一个 斜线 UL 斜线UL 实际上就是 我们项目符号的结束 那一定会有个UL的开头 那UL开头上面 一定会有个什么 DIV 这个DIV实际上就是我刚刚插入那个DIV 就是从这边 一直到他底下斜线的DIV 这个范围是我们要选取的 这个 这个部分是最难的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选起来之后做什么呢 做设定 Data Raw就可以 这边之后 那我们再选一次 就是先选一下 然后知道范围之后 选这个DIV 一直到选到下面的这个DIV OK 选好之后的话 确认一下 看一下 这个 DIV 开头 DIV结束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设定一个 那个 Data Raw Data Raw 给他一个 这个 Netbar 这边把Netbar 设定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 看起来有点 好像多了一层 来吧 控制一下 这一次 看一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主要就是说他这个外面那一层的DIV就对了 外面这一层的DIV 要把他设定到 这一层 然后再到 这一层 这一层的 一定是 一层的 然后就 你